疫情发生以来,如何迅速发现传染源切断传播赌进是防控工作的关键 做好风险人员的筛查管理也是最重要的环节 健康码在风险人群的识别和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是保障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期间安全有序出勤的重要工具 国务院联防联工机制明确了健康码的使用管理 运行保障和信息安全等各项规定 要求各地根据不同疫情风险等级对相关人员进行精神赋码 不得一刀切马上加码 明确要求严格健康码的功能定位 不得擅自扩大应用范围 绝不允许因为疫情防控之外的因素对群众进行健康码的赋码变化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